各位好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不舍得爱 有一个人在公园里面散步 突然听见一阵的猫叫 他走过去 发现是一只小猫被缠在树丛当中 于是他剥开那树丛 想要去把小猫救出来 当他伸手要去抓的时候 那个小猫却本能地用爪子 去抓那个人的手 他试了几次 都被小猫抓上了 于是后边就有一个旁观者劝他说 小猫天性会抓人 以求自卫就算了吧 但是那个人还是继续地 要去救那个小猫 最后终于把小猫救出来 这样子放生了 然后那人就对这个旁观者说 小猫要抓接近它的人 是它的本性 我要救小猫也是我的本性 上帝造人和动物 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在人的理性 除了有理性感性之外 人还有灵性 就是能和上帝交往的能力 神就是爱的 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彼此相爱 并且特别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但是人选择背叛上帝 人让自己的心充满了仇恨和自私 并且恶毒地拒绝了上帝 一切的旨意 因此人变得像动物一般 彼此相咬相争 陷在罪恶的困境中 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 可是他们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伤透了天父的心 上帝仍然爱他们 要救他们 有一位父亲在一家小医院 等候一位迟到的医生 要为他的儿子做个手术 当他看见匆匆感到的医生 就很生气 真想上前去大骂 说他不负责任 当这个手术完成之后 医生出来对父亲说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就可以回家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护士 然后他就匆匆地离开了 这个父亲实在忍不住 就大声地质问护士 为何这个医生 如此地狂傲 不顾病人家属的感受 护士说 请你谅解我们的医生 昨天他青少年的儿子 开车出了意外 而过世了 今天他还坚持来为你的儿子开刀 现在他必须赶回殡仪馆处理后事 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 宁可牺牲他的儿子 为了救我 虽然我们不理解 多次的拒绝 逃避他的呼唤 甚至公开地抵挡他 他还是很有耐性地 伸出他的手 来帮助我们 因为上帝的本质 就是爱 当你明白了 上帝为你预备救恩的时候 你还要拒绝 耶稣的拯救吗 但愿你能够回应他 你用接受耶稣基督来回应他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